针对中国互联网再一次传出 有多达80%的清华大学毕业生都出国的传闻 清华大学今天发文辟谣 说本届毕业生出国深造的比例 只不过是8%而已 根据清华大学微信公众号星期三的消息 清华就业工作会公布的 2023届毕业生去向数据显示 清华2023届在校本科毕业生 有3200多人 在校研究生毕业生则有5200多人 根据消息本科生选择继续深造的比例 是80.8% 硕士生选择继续深造的比例 是12.8% 本科生更多选择继续读书求学 硕士生更多选择工作 清华大学也透露 根据清华校友总会 清华人小程序注册信息 近20年出国留学的校友 完成了学业后 大部分已经回国工作 在各行各业都发挥了中间力量 完成了学业的教育 完成了学业的教育 完成了学业的教育